下面我们来组装一个塑料球泡 先介绍一下配件 这个是PP塑料球泡外壳 这个是光源板 这个是灯头 尾钉 这个是电源线 这个是电子电容 我们在组装的时候 首先我们把这个电子电容和光源板 还有这个电源线先组装起来 这是一个2835的一个全串的光源板 这个电子电容的话呢 就是分一个圆的和一个扁的 扁的是这个长的 就是擦这个白线的里面的 白线里面的方方 它是不分正负值的 两个角 也是差不多长 然后可以直接擦进去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弯过来 这个呢 它是分正负值的 包括你看一看到 这个是负值 然后这里有一个斜杠的 这是个圆穿的一个斜杠 这边是负值 也就是擦这个短角的 短角为负 这边一个空白呢 就是正直 这个长角的 从这边擦进去 这个不能擦错了 擦错了 它有质量了 然后这个 我们再擦一下这个电源线 电源线 这上面有一个是A5的 最不同的常在生产的这个 拨签板不一样 好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光白板 电源线 还有电源线 我们擦好之后呢 还要把它焊接上去 这是吸线 这个是电源线 这边是排气扇 在点焊的过程中呢 要检查一下 是不是全部焊好了 不能出现虚焊 虚焊到时候 这个光白板也是不亮的 这样全部的电解电 电源线全部焊好 然后多出来的这些 不要剪掉 多出来的 不剪掉的话 它到时候会 彩车依影部分在这里 好了 这是一个PV塑料球砲外壳的中间 我们把它放进去 电源线 通向了那个灯头外壳 这个呢 它是一个旋转式的 靠PC造子压住光源板的一个设置 有些呢 塑料球砲呢 它是卡扣式的 而这个是旋转式的 把我们拿来干 好 盖好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电源线 放进去 现在按下来 然后先把它放进去 现在我们把它放进去 再放进去 刚才能放进去 是 Nobody 我们现在把它放进去 然后再放进去 我们现在需要 我们现在要再放进去 最后我们把尾钉压上去 敲击一下尾钉 我们把这个灯头压一下 一定要放屁歪来 到时候这个灯就能歪了 检查一下是不是压好了 好我们最后一步是来试一下这个灯 放进视频来到这边把开关打开 这个灯是非常亮的 它是达到了9.9 功率是9.9瓦 然后电压是240 电流是95 功率因素是0.43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手 把它往上面放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发热 发烫 一般来说呢 这个发热非常好 它就不太有一个发热 发热 这样就把它的光摔去响 好 这个整个的这个送料球包外 加拨迁板 光源板 这个组装成品灯的一个组装过程 就全部结束了 谢谢